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2019年 服役两年的西宁舰作为检阅舰 光荣地接受了习主席的登舰检阅 沿着习主席为我们标定的航线 入列五年来 西宁舰多次出导链 打扬练兵 并且还是首艘执行雅丁湾护航任务的052D型导弹驱逐舰 全体官兵始终牢记主席关怀 听从党的召唤 瞄准一流 勇往直前 掌舵人引领航向 重担先军 十年来 习主席登战舰 上潜艇 去海岛 先后多次视察海军部队 为新时代的人民海军发展 剥划宏伟蓝图 这些年来 习主席对海军建设关爱有加 他对海军部队的关心 关怀 希望和重拖 是对我们最大的鼓舞 随着航母 万顿大驱 两栖攻击舰的不断下水 新时代人民海军不断走向深蓝 这一切让我们由衷地感到骄傲和自豪 公家鉴定了我们舰行万里不迷航的忠诚决心 我是中国海军航空兵 你已接近我领空 立即离开 信仰需要不断提纯 忠诚需要持续摧火 随着战机喷出的炙热尾焰 旅长马瑞凯再一次带领机群直冲云霄 这片海空是我国东海防空识别区 也是马瑞凯守护了23年的地方 我们团队的任务就是守卫祖国的东大门 复杂条件下 执行任务已经成为一种常态 上个月 我们接到上级紧急出动命令 但当时本场气象处于边缘条件 我们冒着飞机 空中结冰 甚至有可能被雷击的风险 驾驶战机 穿越纪运云 按时奔赴任务空域 成功驱离了来犯外机 每一次起飞都是惊心动魄的考验 冒队才20多个小时 但是他们打破美国空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靠的就是听党话 跟党走的监警系列 和空中拼磁刀的战斗精神 无坚不摧 因为有魂 无往不胜 因为有根 一代代水兵扎根站位 终成驻魂 他们不仅是国家安全的守卫者 也是人民海军 由若到强的亲历者 见证者 是国江河 向着大海 中国巨轮 远航世界无怠 飘望前方 激情满怀 归赶上高松着 自信的豪迈 有你领航 既往开来 行政城城上的中国 向着幸福的堂香 梦想之欢 奋斗为家 万众一心的中国 拥抱 行程大海 行程大海 有你领航 既往开来 行政城城上的中国 向着幸福的堂香 梦想之欢 奋斗为家 万众一心的中国 拥抱 行程大海 行程大海 行程大海